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反复做某件事情之for循环 循环语句呢跟我们上节课所讲的条件结构语句呢 并称为程序语言的两大控制流语句 所谓的控制流语句呢就是控制流程的语句 比方说条件语句满足某些条件 我就做某些事情 那么循环语句又是什么样子的控制流语句呢 看到我们的标题 所谓的循环就是反复做某件事情 比方说今天我肚子饿了 我要吃三碗饭 吃第一碗是吃第二碗也是吃饭 第三碗还是吃饭 这样子我反复做吃饭这件事情做了三遍 今天我肚子饿了所以才会想到这个例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用循环语句来完成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任务该怎么做呢 我是做了三遍 三遍的事情呢都是吃饭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已经写了一个 Test for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用for循环语句来实现 刚才我说的这样一个任务 好 for小括号 inter x等于 1 x小于等于 3 然后x 加加 为了这个排版比较漂亮 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些空格 接下来 16.out 点println 是 d i 加i哈 哦这个不是i是x 好的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编译运行这段代码 java c test for 点 java 编译一下 没有问题 紧接着 运行 test for 哎 吃第一碗饭 吃第二碗饭 吃第三碗饭 也就是说 我用循环语句 实现了 反复 吃饭 当然这个次数是3 也不可能无限制吃 那绝对就 就要撑爆了 来看一下 这个for循环 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能实现 这样一个效果呢 for循环里面 哎 有很多的分号 这里要介绍一下 所谓的分号哈 在java中是一个分格符 代表一句代码的完成 这个for里面呢 for里后面的括号里面呢 有两个分号 也就意味着 这里其实有三句代码哈 三句代码 来看一下 第一个 inter x等于零 我们把它叫做 初始化表达式哈 这个表达式 其实是一个 复制语句 声明加复制 声明一个 inter类型的变量 x 并且把1 复制给变量x 这个就是初始化表达式 这个初始化表达式呢 我也可以写在外面哈 写在for循环的外面 哎 写在外面的话呢 请注意 虽然这个for语句中的分号 之前的语句写在了外面 但是这个分号依然要存在 代表之前应该有一个初始化的表达式 就是int x等于1 那第二个语句是什么呢 是x小于等于三分号 这个呢 呃 这个是一个关系运算符 我们在讲运算符与表达式的时候 曾经讲过哈 关系运算符 跟操作数在一起 他们的运算结果是 true or force 这个时候会来看 x小于等于三吗 好 我先把这个写回来 x小于等于三吗 这个时候x其实是等于1的 1小于等于三吗 当然小于等于 当小于等于三为true的时候 会执行夸括号里面的语句 我们把它叫做循环体 当然这个循环体只有一句话 就是输出吃地 这个是字符串 加x这是一个连接运算符 代表跟ix的值连接到一起了 这个时候x的值是1 这个时候x的值是1 再加什么晚饭 出来的就是吃第一晚饭 好执行完这个循环体之后 紧接着把花括号里的语句 全部执行完毕之后 就会执行x加加 这个呢是字加1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x字加1的话呢 原来它是1现在变成了2 这个时候怎么执行呢 不会去执行这个语句了 而是继续执行 x小于等于三吗 2小于等于三吗 当然小于 小于为真的话呢 就来执行方法体 吃第二晚饭了 这个时候x为2了 执行完方法体之后 又再执行x加加 这个时候x变成了3 3小于等于三吗 小于等于三为真 继续输出吃第三晚饭 这个时候x继续自家 x的值变成了4 那4小于等于三吗 哦 这个时候返回的值为force 好 负循环结束 当x小于等于三为force的时候 整个负循环结束 跳出实行完毕 这个就是负循环 我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负循环的一个解释 负循环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这三个表达式 第一个表达式 我们把它叫做初始化表达式 请注意初始化表达式 只执行一次 只执行一次也就是说 执行完x等于1之后 就再也不会执行这句话了 而第二个表达式呢 我们把它叫做条件表达式 这个条件表达式呢 一定会返回真或者是假 如果这个表达式返回为真 不管怎么写 不管这个表达式有多复杂 只要它的结果运算结果为真 就会去执行花阔号中的循环体 这个循环体可能只有一句话 也可能有很多句话 总之执行完毕之后 再来执行第三个表达式 第三个表达式 第三个表达式通常是改变x的这样一个值 改变了之后呢 继续比较 继续比较 注意这个程序的执行顺序 如果比较这个表达式为真 又去执行循环体 再执行自家 自家之后 再进行比较 如果这个时候为假的话 整个负循环就结束了 如果为真 循环体继续执行 再自家 好的 这个就是负循环语句 它的任务呢 就是设定一个循环条件 在满足某个条件的情况下呢 不断的来执行循环体 也就是反复做某件事情 好 现在如果我把小鱼等于三 改成了小于三 同学们 现在我们会输出几呢 我现在仅仅只是输出 X的值 会输出几呢 猜猜看 我们来重新理一遍 首先执行 intX等于1 把1负给变量X 紧接着 X小于3嘛 这个时候X是1哦 1小于3为真 接下来输出X的值 X为1 执行完毕之后 再执行自贞表达式 X加加 X变成了2 2小于3吗 小于所以继续输出2 X再自加变成了3 3小于等于3吗 3小于3吗 这里没有等于 3小于3返回为假 所以整个负循环 结束 这里只会输出1和2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诶 果然是这样 这个呢 就是负循环语句 同学们 学会了吗 我再给你们布置一个作业 用负循环 完成1加到100 好吗 好的 本次课到此结束 一定要完成这个作业哦 有轻松 也计划 有阻nat 也计划